好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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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又沒有流汗 小強 楊惠怎麼會喜歡我這頭大笨牛啊 對啊 阿龍 你是真的不知道還假的不知道 知道什麼 所有的人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對啊 欸 你們在說什麼 完了完了 八卦王來了 八卦王 你不是應該幫蘇蘭一桌菜嗎 你真是八卦王耶 蘇蘭一樣雅惠陪他 他們兩個要聊天 你們剛剛都在說什麼 我們在說 雅惠喜歡阿龍這頭大笨牛 你不要亂講啦 雅惠跟阿龍不是很久沒有見面了嗎 怎麼雅惠一來就喜歡上阿龍啊 你才是八卦王耶 冒冒 是真的 雅惠絕對在暗戀阿龍喔 上次阿龍英雄救美 人家現在一顆星都在阿龍身上了 你不要亂講啦 人家雅惠是大學生 馬上就要讀研究所 怎麼可能會喜歡我這個牛仔 拜託 現在都什麼時代了 你還在講說男生的學力 一定要比女生高 你想嘛 這是LKK耶 不管是不是LKK啦 反正你們不要在雅惠面前亂講 要不然會翻臉的啦 我們又不是雅惠 難道怕你生氣啊 不理你們了啦 我不跟你們講話了 我們阿龍還害羞耶 這件事情我應該調查棄手 你阿 真不愧是八卦王耶 你阿 真不愧是八卦王耶 你阿 真不愧是八卦王耶 所以 我想去看看一二六行性如何 哦 洪哥 你為什麼 懂了那麼多有關牛的事情 雖然我在澳洲的時候 我從事食品的製造業 但是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我就讀序幕去 雖然我畢業之後 我沒有從事這個行業 可是我對序幕一直很有興趣 也常常看這些的書啊 也常常跑啊 牧長去跟牧長去的聊聊 那你為什麼不做序幕 要去做食品製造 好 欸 時間不早啦 趕快去看看一二的情況怎麼樣 不用看嘛 你跟方蘇都一樣 瞧不起我們啊 我跟方蘇都瞧不起你們 怎麼會呢 那為什麼老師要我們把其事說出來 可是從來不把自己的事講出來 有 有些事情就算說出來 別人也不一定會懂啊 那以後我心思會不會說出來啊 因為別人不會懂啊 欸 雅蕙 欸 雅蕙 其實我很羨慕你啊 我那麼會唸書 唸完大學了後 還要到國外去唸碩士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該不該去國外唸書 那你怎麼這樣講 喔 是不是有男朋友讓你捨不得出國啊 我哪有什麼男朋友啊 我是因為 我想 我媽晚上說得也對啦 我們拿來什麼錢可以出國唸書 我去考託服申請學校 也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已 我也知道我自己大概是出不了國的 欸 可是方蘇不是說過 她要幫助你嗎 可是我媽不接受啊 也對啦 我們憑什麼拿人家的錢 啊 對啦 對啦 不要出國比較好啊 這樣你就可以常來牧場 欸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阿龍喔 我來牧場又不是為了看阿龍 啊 你不要Gay了啦 我已經知道你喜歡阿龍啦 欸 我們阿龍人很好欸 而且蘇蘭姨很喜歡他喔 喔 蘇蘭姨還早就在選你去了 哎呀 你在亂說什麼啦 沒有啊 隨便聊聊而已 對呀 隨便聊聊 欸 隨便聊 對呀 隨便聊 隨便聊 小翔 你是不是有個E-mail 對啊 怎麼樣 可以借我用一下嗎 因為我剛從澳洲回來 我還沒有生氣 我想E-mail到澳洲去 好啊 沒有問題 謝謝啊 對了 假設你收到一個E-mail的話 是Lily發了Kevin的話 拿給我 我的英文名字叫Kevin 洪哥 那個Lily是你網友 不是 是你朋友 不是啦 不會說的啦 你問那麼多幹嘛 這麼無聊欸 欸 子雄 你幹什麼 我們問我們的 你兇什麼啊 欸 小翔 沒事 別為這事情吵架 子雄啊 你不可以因為說別人 不願意分享他心中的秘密 你就把別人當成敵人了 我真懶得多你這個敵人啊 洪哥 你不要再跟職胸 沒問題啦 我們去製造店 好 好 欸 萌萌啊 你眼睛比較快 剛才在搓啦 你在搓什麼 你搓什麼 你搓什麼 你搓點搓的 嗯 好 欸 蘇萌姨 你很喜歡阿龍喔 是啊 阿龍總好又老實 個性又可愛 脾氣又好 這個孩子我喜歡 喔 果真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有趣耶 是啊 不然你怎麼在說啊 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喔 蘇萌姨 你也太寒慢了吧 這女兒喜歡阿龍 自己還不知道 你這樣太誇張喔 什麼啊 雅蕙會喜歡阿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大家都知道 好 這雅蕙真的把我給氣死了 不 欸 雅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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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又說錯了 欸 我跟你們說很奇怪耶 蘇萌姨說很喜歡阿龍 我就把雅蕙喜歡阿龍的事情告訴他 結果 你又在亂說 我不是跟你講 你再講我我就會翻臉的嗎 你不用翻了 蘇萌姨已經翻了 冒冒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一定是被你講的亂七八糟的 嘿 誰叫你們一直插嘴啊 我們哪有啊 好啦好啦 我來問啦 欸 冒冒 你剛剛說你跟蘇萌姨講說 雅蕙喜歡阿龍的事情 蘇萌姨就不高興了 不只不高興好不好 他很生氣耶 一聽到啊 馬上就大好勝地跑去找雅蕙 真不知道他在生氣什麼 欸 我知道了啦 他一定是覺得他家雅蕙是大學生 又要讀研究所了 看不起阿龍啊 蘇萌姨他會這麼視力嗎 欸 他看不起阿龍 就等於看不起我們耶 他自己還不是在這邊做 他根本就看不起這個牧場啊 好了啦 你不要東猜西猜的 來 我們先吃啦 這個事情呢 讓我們母女好好談一下好不好 你們先吃吧 為什麼你什麼事都要管 我也不是三歲小孩子 你說什麼 本來就是這樣 我教網友你要管 我讀什麼科技你要管 出國進修你要管 現在連我喜歡一個人你都要管 管管管 你到底要管到什麼時候啊 你再說一次 媽啊 你就不能不管嗎 阿龍有什麼不好 你為什麼要反對 這跟阿龍沒有什麼關係啊 媽媽要跟你說 我們女人要靠我們自己 男人啊 他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自己的虔誠啊 自己最重要 前途最重要你知道嗎 前途前途 你一天到晚說前途 這是你的前途還是我的前途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什麼 你只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你從來沒有管過我的感覺 我沒有管過你的感覺 蛤 我為你擔心這個 為你擔心那個 還不是為了你 你還說我沒有放心過你 先不要管我是不是真的喜歡阿龍 你如果真的懂了我的感覺的話 你怎麼會阻止我去喜歡一個我喜歡的人呢 這次我不會再聽你的了 我要自己做決 你不要再煩我 我不會再做你的虧了 說什麼 說什麼 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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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怎麼了 我走了 好,別哭了,慢慢說 有什麼好說的 他就怕我不能出國念書 就怕我加一個條件不如我的人 他根本就是為自己好 對啦,我穿我自己好了 我不要看我的女兒跟我一樣不一樣 那是你跟爸不幸福 又不表示我會不幸福 你跟爸一定說得我童年快樂 他走了,你還是要撥抖我的快樂 雅慧,你聽說蘇蘭怡很愛你爸嗎 我,你不要管我啦 都是你 雅慧,雅慧 好了啦,蘇蘭怡,不要哭了 我去找雅慧呢,跟她好好談一談好不好 你們三個早點吃飽了沒有 要吃飽的話趕快去工作啦 好了啦,沒事了,別哭了 我去找她回來 你把早點吃一吃 老闆,對不起 沒有關係啦 去吃早點 我... 蘇蘭怡,我... 你做事啦 我也要做婦了 你放心了 這跟你沒有關係 素蘭儀居然是這種人 居然看不起我們阿龍 我們阿龍人 阿龍 老實 體氣友好 哪一點比不上雅惠啊 那你跟阿龍配啊 白癡啊 素蘭儀就是嫌阿龍職專科畢業 是個養牛的 不是什麼有錢人 什麼博士碩士 他怎麼可以這麼勢力啊 他自己還不是一樣在牧場工作 這樣我們就連他自己都看不起了嗎 他就是看不起他自己 是根本是為了他自己的面子 才會叫他念書 我想素蘭儀會這個樣子 一定跟他婚姻不幸福有關係 說不定因為婚姻很慘 他才這麼好強的 我想一定是素蘭儀太好強了啦 一直叫他老公往高處跑 他老公受不了了 所以才會經常吵架嘛 有可能喔 那他老公還真可憐 其實雅惠才可憐呢 有這種媽媽壓力一定很大 阿龍啊 我看要把雅惠救出苦海 就要靠你囉 你們煩不煩啊 叫你們不要亂講 叫來亂講 現在好了 我丟臉了 你們 夠興了吧 你發什麼瘋啊 他生氣不會跟這司機鬼生氣啊 叫我們叫什麼叫 你們說完了沒有 有誤會不知道幫他們抬解 還在那邊聽回家處的 誤會 你是說 雅惠願望他媽媽喔 你們認識素蘭儀認識很久啦 你們可曾看過素蘭儀 對你們有那種看不起的念頭 有嗎 洪哥 可是今天是雅惠自己說的啊 他應該不會誤會自己媽媽啊 你們總應該有聽過什麼 不是廬山正面目指緣生在紫山中嗎 廢話 那我沒讀過書啊 我不是要跟你們慢弄文章 我只是要告訴你們 雅惠她是當事人 難免都會被情緒給蒙蔽了 很多次的想法跟看法 都不是那麼的客觀 我剛剛跟雅惠談過啦 她跟我說 她也覺得她不應該跟她媽媽這麼說話 她也知道她媽媽是為她好 可是 她就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而已 是這樣嗎 我很懷疑耶 哎呀 你不用講這雅惠的話 來幫蘇嵐掩飾了啦 反正那個是雅惠我也懶得理了 哎 子雄啊 改天找個雅惠聊一下題啊 我覺得你這邊說話 非常有意思 有什麼意思啊 聊了就知道了嘛 哦對了 阿龍她最近的情緒可能會不太好 大家都是好同事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夠多體諒她一點 洪哥你放心 我們會 好吧 那去工作吧 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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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杨伟 诶 杨伟 对不起 我累了 不要睡了 阿龙 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 红哥 还没睡啊 还没睡啊 那个子雄跟阿龙吗 他们睡了吗 嗯 他们都睡了 红哥 我收到Lily寄给你的email 你不要去看一下 不用吧 他们都睡了 我看明天吧 明天再看一下 红哥 我可以跟你聊一会儿吗 哼 可以啊 当然可以 胡的 那个Lily 她真的不是你女朋友啊 要不然她寄给你的email主题 怎么会是I love you 爱这个字其实是 是很广泛的 比方说我们在国外 一些外国就常常会把 I love and love 怪到嘴边 你说她并不是只有 男人进来 红哥 你好像不太喜欢 聊自己的事 你们介意我这个样子吗 嗯 如果是好朋友的话 你一定会很希望她跟你一起分享心事 可是 或许红哥觉得我们的交情还不够吧 其实 朋友说是蛮好玩的 可以去帮你 愿意去清听别人心事 可是你留下自己的时候 就一筹默然 不知道该听别人的事 嗯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像我现在就很希望听你 还有阿龙的心事 可是呢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烦恼 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对了红哥 那素兰姨跟雅慧的事情怎么办 哦 他们母女养肌之间的事情呢 并没有大家想那么复杂更麻烦 我今天早上跟雅慧 台湾之后 她也跟我说 她觉得她自己这么说也不对 她也知道她妈妈是为她好 所以他们母女之间的事情 并不难解决 我现在比较烦恼的是 雅慧她喜欢阿龙 阿龙怎么想呢 还有雅慧要出国 但是就我所知道 素兰姨好像没有足够的钱 可以供养 然后出国 而且素兰姨很坚持的 她不要接受方叔对她的支助 为什么她不肯接受方叔的帮忙 好 好